隨著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公布案865 前往桃園積結A7體育大學站的足跡 桃園捷運公司也於1月18號 針對A7體育大學站進行全面消毒 而桃園市長鄭文燦也特別前往積結A7體育大學站 要確保防疫工作的落實 基本上都會執行環境消毒 避免環境污染的作業 這一點請大家放心 桃園捷運公司為了防堵新冠肺炎疫情 因此從1月18號起 進行全線車站大規模清潔消毒作業 另外也將以冠狀病毒14天潛伏期來推算 排地每隔4天進行車站全面消毒 對此桃園市長鄭文燦也向民眾喊話 要請大家放心 桃園能夠挺住防疫的第一線 我們從國境到醫院再到社區 這三層的防護網 其實我們是很用心的防止每一個破口 我想桃園會做最好的防疫準備 那我們的市民其實都非常的挺桃園 我已經看到很多市民寫說 我桃園我驕傲 那我也要呼籲說 這防疫要同心 台灣只有一個 我們一起努力 目前桃園捷運公司 除了針對A7體育大學站周邊店家 以及環境加強消毒以外 同時全線21個車站也會陸續進行大規模消毒作業 並預計在1月26號前完成 藉此要保障旅客以及員工的達成安全 記者從軍團報道